中國大陸 新文化運動 中國大陸 倫敬 倫敬 隨唐佛教 政治 文化 政治 文化 文化 宇宙人生 根本道理 人生在世 難免有些宇宙人生的困惑 《言征思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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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子》 《子思》 《孟子》 《宇宙人生》 《尹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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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游》 《子夏》 《眾文學》 《公孫尼子》 《尹哲》 《尹哲》 子有子下,諸學,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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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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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 徐子思想 《重德性》 《徐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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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底》而言,《《史記夢寻》《戀傳》裡可記》 《周延》到齊的志夏先生 各著書言自亂之事,以甘事主,其可生道哉 說服人主 齊鄉王時 徐子思想 徐子思想 詩詩 詩詩 三為祭久 國子祭久 當時人都佩服他的學問好 漢代還有《荀子傳經》之說 荀子所提出來的國家體系 《荀子傳經》 比起先秦所有諸家 最接近兩漢以降 中國兩千年的政治跟教化體系 荀子非常重要 漢朝人也非常尊重荀子 荀子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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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骰子傳經 荀子傳經 宇宙人生、政治、社會的永恆真理為中心大不相同 博拉圖所創建的Academy 齊國的國軍 如何治國乃至於得天下 治理國家 得天下 希臘、柏拉圖 柏拉圖 民間學院 理想 政治、社會的永恆真理 柏拉圖 責人亡 責人素養 武士階級 勇敢 滿族 口腹之欲 分三等 柏拉圖 這些 不肯實在 採泡 濉年 吳 花 王政 徐子 徐子 孟子 法家 晚祈諸家 都傾向於說 這個天下必須大一統 否則就像我們過去幾百年那樣 殺人如麻 整天老百姓流離失所 大家痛苦不堪 而這個大一統的王政 是要以什麼政治呢 叫做賢能政治 賢能不戴賜而舉 霸不能不戴虛而廢 原惡不戴教而諸 忠庸雜民不戴教而化 中庸雜民不戴教而化 中庸雜民不戴教而化 貧不能不戴虛而廢 貧不能不戴虛而廢 不戴虛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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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王公世代夫的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素人。 雖素人子孫也,即文學自能身形,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心向世代夫。 法家是非常務實的,不像徐梨在這邊,是提出整個的王制。 通於禮義的,可以作官,不通於禮義的,雖然你原來的家是非常好,你也不能作官。 那麽不就是漢以下的,所謂俊國茶舉,孝蓮嗎? 那麽至於後來的,這一個科舉制度嗎?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中國後來,所以王制非常重要。 那以前就簡單把他當作一個,好像儒家的一個基本講法。 我們現在從歷史眼光來看說,其實這個是他們的發明。 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提出一個底下的貢獻。 中國底下的政治藍圖,就好比說,今天中國底下的政治藍圖,該怎麽樣? 很少人能畫,畫了也不見,能夠實踐。 他畫了,而且實踐了。 這個是了不起的。 這是困難的事情。 所以, 這是政治的正當性。 所謂體系的合理性的根源,是從哪裏來的呢? 這是政治為最根本的訴求,以及體系合理性的根源。 末子就講上賢。 孔子倫義裏頭,也重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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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相愛、交相利 政治的合法性 非基督教 自由民主 中國傳統的政治正當性 建立對於賢能政治的想法 如果我用的人都是賢能的話 他相信這個政治是個好政治 那顯然一直到今天 包括中共的政權 還是必須訴諸這一點 但能不能做到這一點 是需要檢驗的 這是習近平說 打鐵還要自身硬的緣故 那個打鐵是打這個黨 打這個黨的領導階層 這個黨的領導階層 必須要自身硬 自己要符合好的標準 高的標準 那這個是尋釋 化時代的貢獻 我不是替講說某某政權的正當性 你們不要誤會 我這個意思是說 中國政治 基本上從尋釋 這麼說之後 後來從漢武帝之後 真的走上這條路 了 漢武帝以前還並不是 這個不能不說 是他的 漢朝人是遵從荊子的 另外 他是分貴賤平復之等 來養天下的 那荊子的理智裡頭 他是這麼說的 兩貴不能相識 兩賤不能相識 是天術也 這個 諸位 如果做過事情 就會明白 一個公司裡頭 老闆跟職員 是不能一樣的 老闆就是老闆 職員就是職員 總統 所以 他不這樣 是沒有辦法的 很簡單說 那在古代更是如此 惡不能淡,則必爭,人有慾望的話,不能淡,一定要爭,爭則必亂。 所以,治理亦分之,使有平賤、平賦、貴賤之等,足以相間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 人類的歷史裡頭,多半是這樣,兩百年比較不這樣。 中國而言,循子的這一套理智,後來真正實踐了。 中國體制,是從理治,然後再加入了一定程度的法治,而他是分貴賤平賦的。 在政治上是分等差的,當然皇帝是最高的,在家族裡頭也分上下的。 家族裡不好說,是貴賤,家族也分上下,按照備份,按照備份,按照關係。 他用這個東西,來建立他的從政治,到社會,到家族的秩序。 新的社會有還未婦、對中國、大陸來的監察,是大陸、公宗上的事件報, 通過在黑股內將陸開始見了民主權的節鍵。 賢能,則富之貴之。不賢能,那麽則輪不到你了,你就是一般老百姓。 王者之德 以善治者代之以理,以不善治者代之以行。 賢不消不渣,則因結智,是非不亂,則國家智。 賢不消不渣,則因結智,是非不亂,則國家智。 如果我們有何謂? 我們有一個學社,想要改善國語文教育。 尤其是中小學階段的國語文教育。 西方的道理 一家博一家 西方的道理 如果不能因節制 而讓賢不消砸在那個地方 你用的人裡頭 又有好的又有不好 同樣的待遇 同樣的待遇 負貴者 好的待遇 高手高待遇 不行的人走路 你否則你會失敗 王者之德 王者之德 出為他 下架 為公平者,聽之恆也,忠和者,聽之神也。 賢能在上 其次聽證 聽證 聽證 理智之本源與發展 以禮義與君子為核心的政治 王政之本 一言以蔽之 賢能政之 不能賢不消並盡 理智 理智 賢不消 乃居整個天下的政治 作為要有一個標準 理智 王智 天地者,生之實也 理智者,治之實也 君子者,理智之實也 極精 王智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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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統治一種有上下等級的大系統的一個辦法。 禮異者,天地者,生之時也。 生之時來自於天地,禮異者,治之時也。 治,要從禮異,君子者,禮異之時也。 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禮天地。 無君子則天地不禮,禮異無統。 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婦,是之謂治亂。 立義之邦 禮異之邦 禮異之邦 君子 集體規範 甚至於,連部落裡頭也有集體規範 再小的國外也有集體規範 而越大的話,他的集體規範要越遠緊 否則不至於為大 我們現在的集體規範是法治 所謂的法治 包括婚姻 包括家人的關係 更不要講社會關係 家庭、婚姻的關係 法治還算少 家族內部 社會上現實在開始建立 他們不然 滲入到全面 每一方面 他們是靠法治 中國的傳統 靠的是禮義 政治、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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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政治、社會、經濟 北律 實行 禮義 是由何於君子之道的君王來制定禮義 循子思想 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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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減 不民主 兩千五百萬 付出流水 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 和家人的童年 有些高山學生 調得點滴去讀書 每增加一分 就勝過一千人或一萬人 非常可怕 所以他們是從幼子園 就開始補 拼命一定要進最好的學校 最好的補習班 補習班 全國各地補習班 自可怕 澎湃洶湧 無法民間沒有辦法停止 你一補,我不補就完了 人人都補,家家都補 全民都補 到最後有瘋啦 一刀切 電丸 電丸也打瘋了 全部禁止 好壞都在其間 好壞都在其間 簡單說 我今天花了一個多小時 跟他仔細談 難道大家都同意嗎 他說也有不少人反對 反對的重點是說 第一,你這樣子的話 有些人還是會偷偷補 其他人怎麼辦呢 這好像不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後來大家就越抓越嚴 另外一個主要是說 那個學得快的孩子 學校也不准快慢分班 就是我們不准分自優班 簡單說 那他們大家很多人都懷疑 我說 不分自優班是對的 我們台灣這邊已經做了二十多年了 結果是好的 因為自優總是少的 慢的人總是多的 你不能從小就讓這些慢的人覺得低人一等 這是國民教育 諸如此類 簡單說 所以大規模的改革 我再講這個 不是說他好壞 我是講說 以舉自治為例 就是中國政治 他這條路子 到今天也改不了這條路子 明白意思嗎 他不這樣 他就是亂 講白點 那諸位說 那你為什麼沒有辦法 用自由民主變成治呢 他其實本來也想過 新聞化運動的時候 因為 共產黨的創始人 他就是 陳獨秀 他就是整個新華運動的發動人 後來發現行不通 所以就斬著那個東西 李大礁 也是極度崇尚自由民主 這兩個創始人 都發現不行了 就轉了 簡單說 是這樣 後來確實實際上也做不成 這是理智之本願已發展 我們回頭重新看尋子 我們現在有歷史的眾生之後 就列列說 喔 原來王智所講的 徐子的歷史地位 荊子 荊子欲本此而別造人倫,從定兼籍,去予古者亦,則古人本階級而治理。 荊子貴賤而為之分也,當尋子事,則階級之志,待於權回,於本禮之志階級,則為之分,以別其貴賤也。 大儒是天子三公,小儒諸侯大夫是,曰眾人,曰功農商骨。 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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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ыл 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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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 荊子 中國軍王的性質 修理者亡,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戀者亡。王者負民之道,修理者亡,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戀者亡。 王者負民,霸者負侍。 王者負責 王者負責 霸者負責 霸者負責 秦政 秦人守法守憤,朴實強大。秦國無儒,不知禮,難以朝天下之人,難以長久。 秦國無儒,不知禮,難以朝天下之人,為政者強。 秦國無儒,不能修理,不能修理,照顧大家。 秦人 秦人 徐子的預言實踐 安邦定國,持之長久 學儒者 地位都不得了 徐子 地位非常崇高 地子眾多 住豪宅 擁有極大的身世和地位 很 motiv 那種學問 找個工作 能夠吃晚飯吃 往往還不得 用心所不同 徐子 極為困難 無用之學 古人 復王者,為天下之師,安邦定國,垂之長久的學問。 復王者,學於百王之道,儒者法先,王隆禮,僅乎臣子而貴在上也,通乎財。 文科畢業人,往往不能用。 意見很多,能力不好,性格很怪。 能力差,性格怪。 能不能自貴其上,不能。 能不能自貴其上,不能。 法先,王隆禮,通乎財萬物,仰百姓之經濟, 王公之財也,在人下涉及之城,國君之寶。 所以隱於窮旅若無,人莫不貴之,道成存也。 古文,念過去! 古文,念過去! 人才! 真正能夠當好老師,開好課程的人才。 請千萬介紹給我, 我真是求之不得! 能夠把中小學的國語文、文史的教材, 能夠當好的老師, 好課程,求之不得,千難萬難。 好課程,求之不得,百難。 好老師,好課程,難。 好課程,不得,難。 好教的,難。 好澳大學,可以教的。 好學程,好學程,難。 好學程,不得,難。 好教的,難。 好學程,難。 小學生需要能夠說唱的 所以,雖隱於窮旅樂無人,莫不歸之,雖隱於窮旅樂無人,莫不歸之。 有諸葛亮人才嗎? 人莫不歸之 儒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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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擺王之道 明擺王之道 今天的天下正在大亂 勢通天下政教之全體跟經義 循子心目中的聖人 如果往往不是像我們這樣讀史書 把古書照搬 循子 循子 循子太難了 只要是一個比較通情打理 懂得做事的人的話 中國這政治的最根本的問題 從此就解決了 因為中國政治通常是開國之後 一百多年 這個政治就開始不太行 人家叫你善讓 你不好說不讓吧 從此中國就變成善讓政治了 那不就解決了中國政治最根本的問題了嗎 中國政治最大問題 就這一點了 上面的階層 開國者通常厲害 這沒話講 我跟諸位講 創業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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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智 遙順與湯,文武周公 儒學,學以至於大儒,同樣的道理。 大儒之功效。 雖隱於窮屢若無,無至罪之地,王公不能與之真名。 依大夫之位,不能容。 千舉萬變,知類知變,大儒安天下。 儒效 安邦定國 治國平天下 大儒的功效 中產階級的專業分工 中產階級的專業分工 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的專業工作者 儒效 治國平天下 中國傳統儒是做治國平天下的事情 那諸位說你吹牛 不是啦,他真的嘛 中國歷代這些都人,透過郡國查舉、科舉,後來就真的治國平天下了 儒 西方的統治階層的職業是軍人,中國統治階層的職業就是治國平天下的儒 租的職業 集員 以為是兹 想要不超過十五 但我以前常常會到二、三、十 不可 pipi 不 born 之間 詞曲 李宗盛